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缓坡的木栈道平坦好走 这个平台居高临下可看见石井鸡与巴巴吊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老老师非常敬责 沿途一路解说 可惜有听没有懂 以后 回来坐 学会了 石井鸡与辩 石井鸡与辩酥也喜欢在这一种大树下 海岸鸡与辩酷的山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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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岸鸡与辩酷的山寨 终于看到青龙瀑布了 由飞铺台往下观赏瀑布 能量屋原本是一间厕所 因921大地震倾斜而停用 这临时演员还演的真相 接着要下切350公尺去看看青龙瀑布 前面就是芸汐观景台了 青龙瀑布由116公尺高的峭壁垂挂而降 气势恢弘 尤其在大雨过后更是如同一条水龙 壮观非凡 被誉为中部最美的瀑布 民国88年的921大地震重创山灵溪 后来便将此地重新修缮的吊桥 命名为88吊桥 这些都是湖泻地形 过88吊桥向左转是石井基 石井基为吸水加带沙石的强烈窝流 形成圆形凹陷向井的湖泻地形 水凿沉的石井有如鬼斧神工 沿着家走辽西慢慢走回步道出口 出口就是福德庙 这里是山灵溪入口收费站 也结束了我们三天的步道行程 我们今天天空有维尖当然 是给大家介绍了 还是 shiny的 别人 希望我们今晚点 ��만我们要去 麻烦 我们不逢 所以你们 都在这边 完全都在这边 都在这边 我们不得人 各个可能 真的 我们不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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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得人